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看小映的頻道 我們今天有你妹 Hello 我們今天就一起拍龜蜜照 看到我們一身的裝束 就是龜蜜的裝束 我們今天的龜蜜裝是怎樣 打完 這樣嗎? 可以嗎? 不是那邊 我們現在去上 很搞笑的 好公平啊 你知道哪個嗎? 這裡有八燈 長江叔叔 對嗎? 誰來的? 你幹什麼? 你幹什麼? 我知道啊 怎麼樣? 喜歡哪張照片? 我有幾張都很喜歡 我覺得這幾張都不錯 你看看 陳家瑟帶出來 是嗎? 哥哥哥 這個是 這個是Kanlon的印象 她戴著愛知電 就可以拿出街了 就是舊東西嗎? 對呀 我剛才都想問那些舊是什麼 是嗎? 我有很多舊都想喝 想喝什麼尺寸都可以 我今天拿了超多相紙 有這個 4R 2R 你拿著這麼大袋 12R 貼紙 這個正方的貼紙本 好 相紙配不同 所以我們要帶兩個紙出來 她按住這個按鍵 就會換到機器了 然後她現在有個新功能 我可以搭配東西 嗯 平常的相紙後面就沒有Postcard Postcard 即是可以去旅行 對呀 對呀 寄給朋友 你真的沒用過這個嗎? 我沒用過 所以今天就可以玩一下 Postcard 要用P size 用P size Postcard size 你可以在你的電話選幾張 你用你的電話選幾張 你用你的電話選幾張 你一起印一張出來 就連回這部機器 它是WiFi 它是WiFi 連完之後 就先開到Canem 它最多可以拼八張圖 你可以選四張 我選四張 我選四張 認真選 選完之後 你就可以按列印 這個在處理中 它就等於它的相片放進去 等你那些就一次過 我現在有六張相片 你選了三張 我選了三張 就按V這個按鍵 好緊張呀 可以看到了 咦 為什麼有事 我昨天弄的這個標誌 特地弄了 咦 還有呢 我不知道你選什麼 所以你又不知道我選什麼 所以有那種驚喜的感覺 我覺得它印出來的顏色是偏淡的 我喜歡這種效果 有一點點紋清 那直接我們拍完照 不想拍照 其實呢 它還有一個功能 它呢 其實可以選四張照 那我一張照 用來擺Logo 就要用SD卡 才可以曬老闆的肌 打得很方便 在這裡 二乘六 阿威甄 對 也有一個畫 所以我真的有見過 別人結婚用這部機 超美 嘩 你今天狂打黑 對 好美啊 你喜歡哪一盤多一點 那我覺得也很好 今天呢 給SURPRISE成本大師 GO YA 回去記錄一下我們 今天 美妙的日子 射手帳 第一次跟大家分享射手帳呢 感覺都 挺神奇 好了 事不宜遲 我們馬上開始吧 大概想了照片的擺位 然後我就下筆 開始畫公仔 那天呢 我們就曬了photo booth 拼圖和貼紙 全部都可以用得著 第一頁的設計呢 就會拿照片 展成圓 然後下面加一個標誌 然後呢 我就會用針筆 將起高線 畫一些實線上去 特別想記錄一下 跟檸檬玩了這部機 所以就畫了這個公仔出來 那一套龜物裝其實有段故 本身呢 我們想要台藍穿 誰知呢 我都不記得一戴上身衣服 所以拆不到就這次穿了 拆掉那些圓黑不肯呢 我們首先就開始貼MT 今次的主題呢 就想繽紛一點 加完粉紅色黃色之後呢 就拿一個很漂亮的風景MT 貼在底下 大相呢 我就是在拼圖最大張剪出來的 然後就是一直都很想跟大家分享的 花環MT畫 將MT呢 展成一小段一小段 然後圍著把照片來貼 就會連成一個小小的花環啦 然後繼續用右的MT Decorate空白的位置 這一類型的彩奇MT呢 基本上是會令人欲罷不能 因為每一次我都是會想用它 然後呢 就幫我畫的公仔填色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試過曬完那些照片 那天是幾時拍的 這款隱形的旗就適合你了 可以悄悄地記得拍照日期之外 也不會破壞照片的美感 緊在這張Cat Size的貼紙裡 一貼即可 完成 貼上Photoboo的照片 就完成第二版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我今次的Sensor 我們下星期五再見 拜拜 拜拜